第六百八十六集 血刀在手 张叶身上的气息维持一变 锋利无比 在血刀的加持之下 狂暴的风雷领域 多出了一种无坚不摧的锋利 无数的小草被轰得灰飞烟灭 锋利领域立即稳定下来 草族强者微微一争 随即冷笑一声 二品灵气威力不错 不过我手里的乃是一品灵气 人族修炼者你死定了 张叶神色不动 淡淡地说道 一品灵气是比二品灵气厉害 不过你根本无法发挥出一品灵气的真正威力 我现在让你看看 什么才是真正的领域攻击 张叶心念微微一动 风雷领域骤然收缩 领域之力涌入到血刀之中 一片炫目的风雷轰然迸发 风雷迸发间 一道紫青色的刀源直冲蛮荒星空 擂台上空的万千星辰都黯然失色 融合 在张叶的控制之下 风雷领域和血刀融合到一起 领域就是刀 刀就是领域 一道庞大的刀源猛然斩出 就像是一道天雷从天而下 正正地轰到了草质领域之上 减刃之急的草质领域 竟然发出了一声古怪的呻吟之声 无数的小草化成飞灰 草族强者的身躯围之一阵 风雷领域 竟然和刀完美地融合到一起 这 这怎么可能 草族强者的气血翻腾 眼神里面全都是不敢置信 之色 修炼者凝聚出领域之后 还需要经过千锤百炼 才能够完全地掌控领域 把领域和武器 完美地融合到一起 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武道天骄 要想把领域融合到武器里面 至少也需要一百年的时间 草族强者可以肯定 张叶凝聚出领域的时间 绝对不长 绝对不会超过五年 张叶在短短的数年之中 居然就做到了别人一百年才能够做到的事情 这种悟性也太可怕了 张叶血刀在手 心神立即进入到绝对冷静的状态 一刀断出之后 立即又发出了第二刀 一道更加可怕的刀源断出 刀源里面 隐隐可以看到雷电和空间风暴 血刀和领域融合之后 每一丝刀源都蕴含着雷电和空间风暴 每一丝刀源就相当于一刀 可以说 张叶现在的攻击 等于是把千千万万级攻击 完全地融汇到了一道刀源之中 这道刀源的威力可想而知 草之领域剧烈地颤抖 草族强者也是剧烈地颤抖 它头顶上的那片碧绿的叶子 也要剧烈地颤抖 嗡嗡地低鸣着 两刀 仅仅是两刀 草之领域就已经来到了崩溃的边缘 而一直自信满满的草族强者 这时候眼神里面全都是惊骇之色 草之领域在一品灵气的加持之下 虽然坚韧到极点 但再坚韧也是有一个限度的 在张叶这种凶残的攻击之下 即使草之领域再坚韧也是无法支持 我不能说 我可以坚持的 一定可以的 草族强者滴滴地嘶吼着 全身的力量涌入到叶子之中 叶子爆发出浓郁之极的光芒 摇摇欲坠的草之领域重新稳定了下来 张叶微微摇头 草之领域虽然顽强 但在绝对的力量面前 根本就不够看 可以说 血刀一出 草族强者已经注定了败王的命运 第三刀 猛然间发出 草之领域猛然间崩溃 浩瀚可怕的刀员猛然间斩下去 草族强者咆哮怒叫 体内的力量疯狂地涌入到叶子之中 想要抗衡着刀员 但可惜的是 他根本无法发挥出叶子的全部威力 浩瀚着刀员一寸寸地压下 眼看就要把他的身子撕开 草族强者的目光中 闪过一丝狠色 冷冷地说道 神族修炼者 想不到你把我逼到了如此地步 你给我死了吧 草族强者的精神力量 茫然涌入到碧绿叶子之中 解开了碧绿叶子里面的一个封印 这片碧绿叶子乃是一个零到八重老祖的武器 这个草族老祖在叶子里面留下了一道力量 解开封印之后 这一道力量就可以预使碧绿叶子 发出一次恐怖的攻击 在白族争霸战之中 草族老祖的攻击虽然会遭到极大的压制 但威力却是非常的可怕 红杀一个零到四重巅峰的强者 绝不在话下 这是草族强者的最后底牌 他本来打算 在第三轮的时候再施展出来的 没想到张叶的战斗力远远超出他的想象 第九关刚刚开始 他就被破到了绝境 不得不动用最后的底牌 封印解开 一道浩瀚无边的力量从碧绿的叶子中爆发出来 碧绿叶子化成一柄锋利的剑 以一种无法形容的速度 朝着张叶说来 危险 极度的危险 张叶万万没有想到 这草族强者在绝境之下 居然还有着如此可怕的底牌 生死关头 张叶终于展现出了深不可测的势力 他的心念轰然一动 一道炼焰的光芒 一道白色的光芒 和一道紫色的光芒 猛然闪起 在身外交织成三层的防御层 碧绿叶子的速度快得无法想象 张叶体外的三层防御层刚刚形成 它已经飞到了 三声轻响之下 这片碧绿叶子竟然硬生生地 破开了三层防御 射到了张叶的身躯之上 张叶的身躯一震 脸上露出了一丝痛苦之色 草族强者眼见张叶被射中 眼神里露出了一丝狂喜之色 就在这时候 张叶的手掌轻轻一压 血刀猛然间落下 把草族强者硬生生地斩成两半 草族强者所有的生机 都被这一道摧毁了 他的眼睛里面 射出一丝不敢置信之色 盯着张叶说道 你 你怎么没死 草族老族的攻击 居然都无法轰杀张叶 这让草族强者万分疑惑 张叶没有回答 把射入体内的碧绿叶子 硬生生地拔出来 碧绿叶子拔出了一刹那 几丝气息从张叶的身上泄露出来 草族强者感应到这几丝气息 惨笑着说道 原来如此 原来如此 人类 你的强大之处 超出了我的想象 我死得不圆 草族强者的身体 化成了飞灰 张叶对战草族强者 张叶生 随着草族强者的死亡 草族强者所有的气运 通通转移到了张叶的身上 张叶的气运 从原来的 一亿五千七百万 暴增到了 两亿六千一百多万 张叶打量了一下自己的气运 把沾着鲜血的碧绿叶子 和对手的储带子 通通收入火灵街 然后跃下了擂台 擂台下面 已经站着一个金灿灿的身影 正是那头金色的猛马像 这头猛马像的战斗力 要远远地超乎张叶的意料 他竟然第一个结束了战斗 闯过了第九关的第一轮 猛马像晃动着脑袋 两只眼睛之中 射出兴奋之色 说道 张叶 你的实力 要超出本相的意料 本相要和你好好的战斗一番 张叶现在 一心想打听一下 那头狡猛猛马像的消息 哪里有心思战斗 他说道 我不是你的对手 我认输 嗯 那个 我想问一下 张叶还没有说完 猛马像就不高兴了 他两只巨眼瞪着张叶 咆哮道 人类就是虚伪 一点都不爽快 你明明隐藏了实力 你的实力明明深不可测 既然早糟糕地就认输 你让本相很不高兴 很不满意 很不痛快 张叶苦笑一声 好好好 有机会我一定和你好好的战斗一番 这下 你满意了吧 猛马像晃动了一下大脑袋 满意地说道 这还差不多 你记住了 张叶趁着他高兴 出声问他 大家伙 你是从哪里知道我的名字的 是谁告诉你的 猛马像也不说话 他的鼻子一喷 一道远古巷里涌出到虚空之中 这道远古巷里 竟然化成了一个画面 画面之中 一头身躯更加巨大的猛马像 正傲然而立 猛马像憨厚的外形 和两只狡猾的眼睛 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张叶一眼就看出来 画面里面的猛马像 正是他在三合镇 碰到的那头 数十年不见 这头猛马像 已经快成年了 身躯有千丈之高 随随便便的一站 就给人一种厚重之急 无法动摇的感觉 猛马像盯着画面 目光中露出炽热的战意 说道 这是我们远古猛马像一族 最出色的天才之一 向行天 本相多次向他挑战 可惜他长时间闭关修炼 不接受挑战 听向行天说 你的潜力很大 所以本相才参加百奏章霸战 希望碰上你 和你痛痛快快地打上一场 向行天 张爷重复了一下这个名字 数十年前 张爷在三河镇碰到了一头猛马像 一人一下结伴战斗 数十年后 张爷总算是知道了猛马像的名字 张爷很快回过身来 看着身边的猛马像 说道 大家伙 你叫什么名字 你听好了 本相名叫相聚力 力量无双 张爷 本相会让你知道 什么才是真正的力量 本相会打败你 让向行天大吃一惊的 你就这么想打败我啊 向行天对你很佩服 我打败了你 向行天肯定会出手 和我痛痛快快地战斗一场的 打败你 这是本相参加本次百奏章霸战的唯一目的 张爷摇摇头 他看出来了 这相聚力 根本就是一个好战分子 他唯一喜欢的事情 就是痛痛快快地战斗 相聚力 你们远古猛马像一族 居住在哪里啊 相聚力瞪着张爷 摇晃着大脑袋 这个嘛 本相不能说 不能说 除非 除非你打败本相 爷 相聚力和张爷 同时把目光投到了擂台之上 百足争霸战第九关的第一轮 一共分为二十五个擂台 张爷和相聚力 很早就结束了战斗 现在 还有二十三个擂台 四十六名选手 展开 剧烈的搏杀 四十六名选手的战斗 已经到了最后的关头 各族的青年巨头 纷纷把自己的领域亮出来 领域的光芒冲天而起 张爷的目光投到一座擂台之上 神色变得凝重起来 这座擂台之上 周天纯阳和一个血族强者 展开惨烈的战斗 周天纯阳浑身爆发出一道 炽热的气息 一个恐怖到极点的领域 迸发出太阳般的光芒 牢牢地把血族强者包围住 太阳领域 周天纯阳凝聚出来的领域 赫然是领域之中 威力极大的太阳领域 那个血族强者修为 虽然也有零到四种 也凝聚出了血之领域 但在太阳领域的攻击之下 却是节节败退 眼看就要被太阳领域 硬生生地烧死 太阳领域 想不到这周天纯阳 居然凝聚出 这种厉害的领域 真不知道它有何来历了 张也遥遥感应着 太阳领域的威力 心头微微震撼 不同的领域 有着不同的威力 传说中 最厉害的领域 就是混沌领域 混沌领域之下 最厉害的领域 有时空领域 阴阳领域 五行领域 灵魂领域 天雷领域 力量领域 时间领域 空间领域 太阳领域 太阴领域 生命领域 和死亡领域 太阳领域 在万千领域之中 是名列前十的可怕领域 太阳领域威力精神 但却凝聚起来 却是极其困难的 要想凝聚出太阳领域 不但要修炼极端的阳刚的功法 而且本身的体质要匹配 除此之外 还要有着超凡的智慧 超凡的意志 再加上种种机缘 才有可能凝聚出来 放眼整个蛮荒世界 也没有几个强者 能够凝聚出太阳领域来的 周天纯阳能够凝聚出 这种传说中的领域 张叶暗暗地动手 张叶把目光投到了 另一座擂台 这座擂台之上 一个身躯如幽灵般的暗族强者 正在施展着一种奇异的领域 领域所到之处 擂台一片的黑暗 这种领域 赫然是暗之领域 暗之领域乃是 太阴领域的一个分支 威力虽然不如太阳领域和太阴领域 但却另有玄妙之处 也是一个极可怕的领域 张叶的目光一一扫过 只见种种领域层出不穷 金之领域 冰霜领域 木之领域 水之领域 蝉丝领域 音质领域 各种各样的领域 展现出种种的玄妙 让张叶目不暇接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